母猪一胎要生十多头 三四个小时时时揪心 怎样预防母猪难产 又该怎样确保母子平安 科技院马上播出 你好欢迎收看科技院 猪一胎能够生十多头猪仔 很多人也许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母猪生仔的过程 这个过程真的可以用危机四伏来形容 往往要生上两三个小时 要想让母子们都平安 真是一件难事 下面呢就要请大家跟我一块去见证一下猪妈妈产仔的全过程 这家猪场在广东省佛山市 这头母猪将要第二次当妈妈了 猪场的主人叫盘健生 母猪生仔最起码要生两三个小时 有的不止还要四五个小时 为了捕猪要练一把大汗 碰巧还有两个人也在现场观看母猪产仔 她叫罗丽华是谭健生的妻子 平常很少来猪场 产房那边是不给参观的 因为就怕那个消毒啊 防疫啊做得不好 我还真没看过那个母猪生仔了 另一位叫郭斌 是谭健生的朋友 在一家饲料企业工作 我的工作平时跟猪打交道理比较多 偶偶还看过一些母猪产展 但是母猪从谈的第一头到最后的整个过程 我真没有见过 半个小时以前 这头母猪从怀孕母猪栏走进了产房 她已经经过了114天漫长的怀孕期 而且羊水已经破水 婴护有分泌液流出 奶头可以挤出奶水 这些都是即将产载的征兆 我看到几个工作人员 拿个桶拿个抹布 擦身的 然后左擦右擦 然后还有那个母猪在帮你抖 就这样抖来抖来抖来抖去 但是我听那个专家讲 他说大概这个半个小时 等一个小时之内它就会生 猪快生了 我心情既高兴又紧张 高兴的是经过这么多时间 从外面饮种配种 饲养护理 终于能够见到要生小猪了 为什么会紧张呢 担心的是母猪从生第一个猪仔的时候 它要闯关 要闯一个很大的鬼门关 有点紧张有点兴奋 但是又怕看到那个猪啊 我本来就有点晕血了 我就怕到时候就怕太紧张了 在观察母猪即将分野的时候 不同身份的人心情差别特别大 第一头小猪如果生产顺利的话 母猪产仔的风险就会减小 然而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这头母猪却迟迟没有反应 我就想那个生仔的时候 会不会像母亲生小孩一样呢 因为那个会很疼很辛苦嘛 母猪啊还要生十多头了 那个母猪在喊叫啊 我都不知道整个形容我的心情 反正我现在那个心情都是 蹦蹦蹦蹦地跳 我很紧张 等了都快一个小时了 如果第一头小猪再不出生 母猪就有可能难产了 我心里特别着急 听他们说像这样的情况 肉有会难产 难产主要是根据生产时间来辨别的 相对而言第一头小猪出现难产的几率最高 说了第一头子猪在羊水破水之后 一个小时还没有见到第一头子出生 像这种情况都可以判断为难产 另外还可以通过母猪的表现 来判断它是否难产 比如说它在很着急 使劲的用力 但是呢这个小猪呢生不下来 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呢 判断为是难产 母猪顺产也起码要生两三个小时 第一头小猪一般半个小时左右出生 如果超过一个小时还生不出来 那就属于难产了 整个生产时间 有可能会持续四个小时以上 由于羊水已经破了 后面的小猪极容易在母猪体内 因为窒息而死亡 这头母猪已经接近一个小时 还没有生产 会不会出现难产呢 大家都揪着心 如果难产了那个小猪啊 跟那个母猪都不利嘛 我都替它们捏一把汗了 因为它在那里面 第一个可能生不出来 都有生命危险 为什么谭剑生会这么关注 第一头小猪的出生呢 原来像大多数养殖户一样 谭剑生不止一次遇到过母猪难产 难产 损失可不少 算算账就知道 这损失有多大了 光是母猪六千块钱 整窝小猪四千块钱 一共要过万元 最重要的那都是生命啊 如果不能确保母子平安的话 我自己心里几天都不舒服 看到母猪难产 对养猪人来说 就类似于到医院里面看到 一个熟悉的朋友在病床上受折磨 受病痛的折磨 他对猪是有感情的 人和动物之间 并非只是肆亚关系 在很多时候 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 对养猪人来说 母猪产成的护理 不光是解决技术问题 还会带来内心的安慰 一旦母猪难产 就很难保证 一窝小猪都能够活下来 严重的话 有可能导致母子双亡 这种场景呢 实际上对人类来说 见到的人心里面都是很压抑 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造成母猪难产的因素有很多 像胎胃不正 胎儿过大 比较多见的是由于 母猪的体矿不合适导致的 比如说顾肥或者是顾瘦 导致分娩的时候力量不够 体矿比较好的 年轻的母猪健康的母猪 它的产生通常都在三小时以下 身体越好 健康程度越高 母猪的产生就越短 对吧 而那些胎龄比较长的 体矿比较差的母猪 它的产生通常都超过四个小时 要想更容易顺产 就要让母猪保持合适的体型 并不是说你这个饲料营养越好 给猪吃的越好 它的产生就会越短 饲料营养高是必须的 重要的是饲养员要看标头量 也就是根据母猪的肥瘦情况 增减投胃量 所以在喂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要不胖不瘦 特别是在母猪在90到114天这个时候 要根据母猪的体型 来给它进行一个正确的示威 体型是不是适合生产 专业上用标情来衡量 养猪人都知道 母猪最好的标情是保持在3到3.5 有些母猪标型超过了4.5以上的 过肥它的产生都会脱长 而有些母猪过瘦 标型低于3以下的 它的体能不够 生产的时候发动力不强 会造成母猪的产生过长 谭健生的猪肠喂养母猪十分上心 它给我们挑选的这头母猪 在整个怀孕期间喂料正常 体矿不胖不瘦 而且只生过一胎 算是年轻力壮 按理说也不会难产 就在大家为母猪担心的时候 谢天谢地 第一头小猪咕咕坠地了 第一头小猪生出来 我心里踏实了 当时第一头小猪生出来 就那一沙拉 我当时终于受了一口气 其实我觉得那个生猪胆 可能几秒钟崩下就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场面还真让我进行动魄的 感觉怎么样 稍微静一点 我看到第一头小猪出来的时候 真的很开心 因为看到它小猪出来就代表那个母猪啊 就不会难产了 第一头小猪安全出生 母猪难产的几率就小多了 不过这头母猪近一个小时 才生出第一头小猪 着实让谭健生的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当时都很纳闷 我的猪这么健康 还这么年轻 它不可能难产的 真的把我拒进一场 这刚生完第一头小猪 您就知道母猪产法不简单了吧 好在产道打开了 往往随后的几头小猪 会生的比较顺利 然而对于母猪来说 每生一头小猪 都要消耗很大的体能 母猪一窝要生十来头小猪 好比一场马拉松 母猪会越生越累 母猪生到第五个猪仔的时候 又让我着急了 因为母猪已经没精打采了 要是它没有力气生的时候 那个小猪在它肚子里面逼着 会不会有危险呢 一般生到五六头时 小猪出生的间隔会拉长 而母猪会累得不像样了 当这个母猪到了第五头的时候 我心里又紧张了 前面第一头第二头第三头第四头 感觉都很顺利 但是到第五头的时候 这个母猪一动不动的 好像没有力气 就在母猪需要好好休息休息的时候 母猪又得接受一项兼具的任务 给小猪喂奶 在规模化猪场 小猪并不是一出生就吃奶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小猪一生上来 是不是要先吃一项母奶啊 原来饲养员会等母猪生了一半小猪的时候 统一的喂奶 这里面也是有学问的 由于每头小猪的大小不一 有强有弱 饲养员要额外照料弱小的猪仔 给他们吃产乳多的前几对奶头 这在生产上叫固定奶头 而当母猪生下五六个猪宝宝的时候 个体间的差异才便于比较 所以通常是当母猪生出五六头小猪时 饲养员才会统一的从保温箱中 爆出小猪一起吃奶 原本母猪喂奶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生完五六头小猪之后 母猪都累成这样了 真是难喂猪妈妈了 母猪一边喂奶一边还要接着生产 体矿弱的母猪这时就会力不同心了 整个产成会进一步拉长 长时间的生产使母猪大量的消耗 如果夏天会引起母猪的中暑 比如产后发热 产后不吃等等症状 这样直接的造成对小猪的普鲁的伤害 影响小猪的生长发育 如果产成过长 母猪的子宫长时间的处于张开的状态 使子宫和产道极容易感染炎症 另外母猪产成越长 越容易造成难产 谈健生以前就遇到过 母猪生到五六头时难产的情况 后来出生的小猪 由于憋在产道中长时间缺氧 都死掉了 为了保证后面的小猪能够成活 不少养殖户会采用按摩的方法 有用手按的 还有用脚按的 专家并不认可这样的做法 如果是按摩的部位不恰当 力度不恰当 不仅达不到助产的效果 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的这种危害 如果按摩力度过大 很可能会伤到子猪 甚至会伤到母猪的生殖道 生产上一些养殖户 急于采取人工助产的方式 专家同样不赞同 因为用力抓出来 毕竟不是它自然分娩 可能会呢 中间呢会伤及母猪的这个产道 那么会引起炎症 母猪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郭斌和罗丽华站在一旁干着急 当时我就跟着急 因为后面还有好多小猪 还有七八头还没出来 如果这个实际上淡不出来的话 有可能后面这七八头小猪又跑不出 这都是一条活活的生命 如果产力过场 有可能三次来就是死产 母猪体力不支了 饲养员是不是该帮帮忙呢 母猪生出五个猪宝宝疲惫不堪 肚子里还有六七头小猪 面临至七死亡 喂料不行 按摩不行 人工助产也不行 究竟该怎样帮助母猪顺利生产 请继续收看母猪产者到底有多难 欢迎回来 前面咱们说到这谭剑生猪场中的一头母猪 生小猪了 可她生完五个猪宝宝以后 就一声不响的躺在产床上 这肚子里面还有大约七头小猪没生出来呢 这可把大伙都急坏了 该怎么去帮助她顺利产下所有的猪宝宝呢 按摩 人工助产 专家认为都有缺陷 最好的做法是让母猪自己生产 可是母猪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体力不支 为了让母猪有力气 罗里华觉得得给母猪吃点饲料 补充能量 我就跟小郭商量一下 要不要给她吃点什么东西之类的 可能很多人都和罗里华有同样 应该给母猪喂些饲料 补充点体力 然而这个方法在实际上行不通 因为那个时候 她母猪已经疼痛了 她没有心情去吃掉了 就是吃掉再好 可能她没吃不下去也没用 帮助不了她 母猪在临产前就不再吃料了 分娩过程当中她也没有食欲 自己不会去吃料 所以让母猪自然采食很难做到 而且这时也不能人为的强制喂食 你如果人工的强制性的去给她补充饲料的话 可能也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危害 比如说如果是吃掉太多 引起胃肠道冲胀 那么在分娩的时候反而不利 按摩 人工助产和喂资料 这些办法都不好 谭健生又会怎样 帮助母猪渡过难关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马上给她补充能量 原来是用挂钓瓶的方法给母猪补充体能 我看到他们拿着那个钓瓶试管 就插在那个母猪的耳朵上面 应该是给她那些能量补充营养吧 猪是疲惫不堪了 人可以用输液的方法给母猪补充能量 那为什么要挂三瓶不同的钓针呢 因为母猪的产程很长 要针对产程的特点和身体需求 对症来进行相关的护理 比如说葡萄糖 葡萄糖就是一个补充母猪的体能 那么我们用的阿姆西林 用的这个甲销座 像这些呢 都是有这个预防感染 这一块的这个功效 第三瓶是催产素 能够促进子宫收缩 加快胎儿的分娩 缩短整个产程 通常是在产下第五头猪开始注射 注射的时间呢 持续一个小时左右 那么一个小时之内呢 通常的母猪呢 分娩还没有完全结束 人工帮助的时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可以根据现场的情况 做一些灵活的调整 年轻的母猪在五头时候开始这个补业 如果是老龄的底况差的可能还是适当提前一些 可能产到第三头或者是第四头那个时候 我们要及时的要给它补充体能 三瓶吊针是针对母猪在分娩过程当中的一些生命需求而添加的 补充能量增强免疫力 抗菌消炎 还有促进子宫收缩 母猪生后面的宝宝就有了充足的保障 这可是专家们摸索出的新方法 原来我们都是对生命的母猪产后对它进行处理 比如说这个母猪生产以后有炎症不吃料 或者说产后综合症 我们对母猪会进行什么治疗 将产后治疗改为产中护理 对于母猪顺产和提高子猪成活率 效果非常明显 这是母猪生产上的一大进步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治疗的这个功效提前 到母猪生产的时候 给它进行一个预防保健作用 补充了能量 母猪体能显然有所恢复 后面的猪宝宝生的顺利多了 现场的气氛也逐渐欢快了起来 母猪那个产完那个12头小猪之后 我觉得母猪真的挺不容易的 觉得真的蛮伟大 心情苦苦剩下十几头小猪 我站在那里看它 看了两个多小猪我都看得累了 但是它还是很顺利的 把那个小猪都生出来 我觉得它太伟大了 真的是劳苦功高啊 母猪劳苦功高 生完仔以后 要对猪妈妈进行产后护理 尤其在伙食上要十分的仔细 母猪产后呢 它那个消化吸收能力都非常差 所以给母猪喂的饲料 产后的第一天 应该喂一些那个容易消化的 吸收的那种牛制的食品 尽量喂那些不要太那个干燥的 这个时候特别要关注母猪的产道炎症 母猪产杂大约两个多小时 母猪的生理机能要经历一系列的变化 这个过程的确不容易 对养猪场来说 母猪产杂是扩大生产的前提和基础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母猪产子猪也是小猪新生命的开始 我们看到万物生灵 各自有各自的生存繁衍方式 猪作为一个物种 它不仅仅为人类提供食品 它们同样也是我们的伙伴 看完整个过程 您知道母猪产杂有多难了吧 母猪分娩是养猪生产当中 一个重要的生产过程 它也是一种胎生动物的生命现象 看完了本期节目 相信您可能会更加关爱母猪和它的猪宝宝们了 好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官方微博 查询更多节目信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今天的有讲说是问题是 金贵的羊奶 为什么要用于喷枣树 重度盐碱地 为什么是种冬枣的首选 纯甜的冬枣 怎么能带点淡淡的酸味 简简单单的大棚 怎么能让价格涨十倍 进去收看 李庆州四大奇招 种冬枣 可逸愿再给讲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